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他的首肯 重庆教育局旗赶往后倒退50年 重庆风波尚未了 周日又传出福建也要搞政审 一查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也是习近平的救部 有分析人士指习近平的几个亲信做事都有点韧性 明镜媒体集团总主笔高法林评论 几年来核心的几个亲信不断惹事 下浙江 黄差教堂 蔡北京 驱赶低端人口 现又有陈重庆 宣布高考政审 后改口思想政治考核 贪婚要不换 不合格就剥夺人家受教育权利 现代国家连服刑囚犯都能受大学教育 甚至申领助学金呢 当了亲信就任性 我一点也不奇怪 有点奇怪的只是 越是任性 越是亲信 蔡北京是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深得习近平信任 十九大一举当上政治局委员 然而去年十一月 他在大冬天下令驱逐低端人口 把数十万几十年来参与建设北京的民工 以消除威防安全隐患为名 统统赶走 激起舆论愤怒 后来 他把公开驱赶变成悄悄驱赶 北京街头不少铺子找人做工都很难了 蔡奇近来发起的砌砖运动也令人吃惊 老北京的形象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要让北京恢复古旧之貌 怎么个恢复法 很多地方工人们在外墙上贴一层薄薄的灰色瓷砖 不时真相者看起来 真以为老北京或者民国北京在世呢 只是这件事动作也很大 拆了挖 挖了补 整个街区人们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有人干脆把蔡书记改名为蔡奇砖 纽约时报日前有一篇报道形容这件事 今年夏天 北京最新的城市保护运动 像一台挥舞着落锤的破碎机 扫荡了雍和宫大街 一路上五彩缤纷的商店 这条绿树成荫的道路 位于这个城市的两个地标 孔庙和雍和宫之间 工人们挥舞着撬棍 风钻 以及市政府的拆除令 将红灯笼和西藏经番 装饰的砖研和木柱拆毁 然后 他们将那些曾经是门货窗的地方 用砖围堵并掩盖起来 北京几十年做着一件事 当局一点点地拆除这座古城的历史街区 把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抹去 现在 他们忽然想要恢复剩下的东西 一些市民把这件事归咎于习近平 2014年 他到从小住过的这一带参观 激起了怀旧之情 说了一句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蔡书记遵旨 今年大刀阔斧干了起来 至于前面提到的夏浙江 他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2003年11月夏宝龙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成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 从履历上看 他和陈重庆 重庆市委书记 陈明尔都属于习近平的浙江派 也有叫做之江派的习近平 2002年调浙江接任省委书记 陈明尔是他手下的宣传部长 2014年初浙江在夏宝龙主导下 发起一场拆掉教堂顶部十字架 甚至一瓶整座教堂的运动 至2015年7月 浙江省已有1200到1700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 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弹 重庆高考政审这件事风声太大 引起了愤怒 还在为自己用词不妥辩解之计 那边传出福建继重庆之后 也推出高考政审 福建教育考试院 11月9日公布规定 要对高考考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对考生的政治态度和道德品德 做出全面鉴定 列明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 或参加邪教组织情节严重的 不得参加高考 福建是什么地方 是习近平起家的地方 有评论形容是习近平的政治老巢 福建主政的是谁 于伟国是习近平救部 福建似乎比重庆来得更直接 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考试 不知道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知道不知道高考政审这件事 在网络引发了声讨 其中最严厉者是一篇题为 《正审你大业》的习文 审查官们在秒山 这篇网文还在秒转 现在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与澳大利亚争夺太平洋岛国主导权 APEC峰会上逐渐白热化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2日 BBC中文网报道 亚太经合峰会APEC周一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 正式开始第一天的会议日程前 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已经动作频繁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承诺 为南太平洋岛国注资20亿美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莫里斯还发誓 要把与南太平岛国的关系 放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的前沿和中心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则应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彼得奥尼尔邀请 在峰会日程外 单独与部分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不需要带这支票 去参加APAC峰会 中国在南太平洋群岛不断扩大的投资势头 已经至少持续十多年了 猛醒的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的大支票 是给南太平洋岛国的掏钱的动力 却是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把南太平洋地区直呼为 我们的地盘 中国的脚踏上了澳大利亚人自视的地盘 留下一地中国脚印 让澳大利亚人慌了神 澳洲智库洛伊研究院研究员普莱克 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 分析说 这一切 澳大利亚加大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投资背后 一个明显的推动力 是中国 中国在太平洋的存在 已经让我们非常明确地感觉到了 澳大利亚一直把南太平洋群岛 看作是自己的后院 但澳大利亚多年来 对这个后院却疏于料理 自二战以后 太平洋对澳大利亚人来说 的确是太平的 除了有美国老大哥的保驾护航 与太平洋岛国 有密切联系的前殖民地宗主国 如英国 法国等 都是澳大利亚的传统盟友 中国人的到来 打破了这种传统格局 让澳大利亚感到了威胁 让美国觉得不自在 明是岛民的中国标签 应该说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一直是有的 总投入仍然大于中国 但是 澳大利亚的援助 迄今一直集中在教育 医疗 保健 和政府服务 等领域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则是通过诸如 亚洲开发银行 等国际机构 南太平洋岛国抱怨 澳大利亚人的投资 缺乏效益和效率 许多都浪费在了官僚机构 和咨询公司身上 相比之下 中国人干脆力索 岛国要什么 中国给什么 不但给钱 而且从设计 修建 到运营管理 一条龙服务 修桥铺路 建楼盖管 一砖一瓦 看得见 摸得到 立竿见影 中国投资 集中在岛国的基础设施项目 每个项目完工后 都会在醒目位置 留下一个中国元件的标示牌 时刻提醒岛民 饮水不忘绝景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主办APEC峰会 的会场之一 国际会展中心 也是中国元件 或许是对入场的岛国代表们的最好提示 债务陷阱的担忧 澳大利亚最新许诺的20亿美元投资 是通过设立一个基础设施银行 南太平洋岛国 可以直接从银行 获得投资贷款 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这标志着澳大利亚 对南太平洋岛国投资的战略性转变 澳大利亚被迫向中国学习的同时 也在指责中国 在南太平洋岛国 推行债务陷阱外交 澳大利亚前国际发展部长 菲尔拉梵蒂维尔斯 抨击中国 用抵押贷款 诱惑南太平洋岛国 到处建设无用的桥梁 无目的地的道路 和白象工程 中国则严厉驳斥 澳大利亚是抹黑中国 然而 中国援助变成债务陷阱 的确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忧 以汤家为例 汤家欠的外债超过2.3亿美元 占其GDP的大约一般 外债的60%都是欠中国的 汤家首相 阿基利西波西瓦 今年8月曾经呼吁 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协调生硬 要求中国减免债务 波西瓦说 斯里兰卡的遭遇 也可能在太平洋重现 中国对援建斯里兰卡的 汉班托塔深水港 拥有有效期长达99年的租约 无力偿还中国公司债务的 斯里兰卡政府 不得不正式将 具有战略意义的 汉班托塔港的使用权 移交给中国 批评人士称 此交易威胁到了 斯里兰卡的主权 据澳洲智库洛伊研究院的统计 中国自2006年以来 提供给南太平洋岛国政府的援助总额 超过23亿美元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压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邀请 在APEC峰会开始前 先与部分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单独开小峰会 被视为中国表达诚意 打消顾虑的努力 但是 只有承认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有幸与习近平吃小灶 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岛国 只能吃闭门羹 目前 图瓦卢 帕劳 马绍尔群岛 索罗门群岛 脑鲁和基里巴斯 都与台湾有外交关系 南海角力的自然延伸 然而 与中国进军太平洋的战略大布局相比 与台湾的晶圆外交唱对台戏 已经成了一个小曲 中国在南海建设永久性军事设施 有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后 向太平洋的纵深发展 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 已成必然之势 伴随着中国的民用设施建设和商业投资 是中国在太平洋 越来越活跃的军事存在 在斐济首都 苏瓦 中国原舰的 号称南太平洋最高摩天楼的28层大厦 正在拔地而起 摩天楼俯瞰的苏瓦港里 中国渔船是常客 今年6月 一艘中国军事侦察船驶入苏瓦港 在澳大利亚的军舰旁边抛锚 着实让澳大利亚人吓了一跳 在更靠近澳大利亚的瓦努阿图 中国正在建设一个 面积有一艘航空母舰大小的深水港码头 中国否认计划把它用作海军基地 但是当人们怀疑 中国在非洲之角 即不提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时 中国也是失口否认 但现在已经变成事实 澳大利亚想要把 踏进了他的后院的中国脚 挤出去 美国要制衡中国 在太平洋日益明显的影响力 太平洋上的战略在平衡角力 才刚开始 新西兰代理总理温斯顿比特斯 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采访时 说的一番话 或许是对太平洋时局的 一个很好的概括 他说 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处于一个地缘政治竞逐 更加白热化的地区 因为我们留下了带填补的力量真空 而总有人会伺机填补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国选举中百效应会导致美中台关系变化吗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2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 虽然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 不过大势底定 出现钟摆效应 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 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的优势 在与台湾有关的部分 不少友好台湾派议员顺利连任 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 克鲁兹共和党籍众议员 夏波民主党籍参议员 布朗民主党籍参议员 梅南德兹等 不过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 由170位降至137位 在离开的33位议员当中 有12位是在这次中期选举失利 包含长期支持台湾的众议员 罗拉巴克 另外还有11位众院台湾联机成员 在选举前宣布退休 包括对台湾非常友好的 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伊斯 选举结果对特朗普总统的权力消长 与对外政策有何影响 美国国会的友台态势是否会延续 美中贸易战的格局 美中台关系的大方向 是否已不可逆转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前台湾资深外交官 借文吉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赖易中 中期选举结果不影响美国国会友台态势 前台湾驻新西兰大使 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 国会组组长 借文吉分析 美国政党轮替是常态 参众两院有时候是一党控制 有时是换党控制 美国国会对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 是长期的 也是超党派的 很少因为选举 而产生大的改变 所以虽然这一次中期选举后 众议院从共和党的手中落到民主党手中 但并不会对长久以来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有大的影响 一些重要的有台议员有点变化 但其实这种人事更迭也是常态 总而言之 美国国会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会延续 特朗普主导政策可能更为强势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赖一中表示 这次美国中期选举 民主党没有大赢 但还是取得众议院的多数 共和党也没有输太多 在参议院的席位有所增加 基本上 现在是一个分裂的国会 在这种情势下 很多主要的议程 还是在参议院中受理 共和党内 亲特朗普的力量更加强大 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影响力变得更大 特朗普对政策的主导性 相对过去会更强一些 民主党掌握众议院之后 准备对特朗普的诸多作为 进一步调查 民主党会通过很多听证会的方式 去影响特朗普的施政作为 因此 特朗普在相当程度上 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到外交 特别是参政两院 有共识的议题方面 会比较有进展 特朗普在对外方面的作为 会因为这个趋势而变得更强 目前看起来 美国现在对支持台湾的共识 比较坚强 而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措施 也比较强 所以之后 对台支持会持续加强 美中贸易战格局不变 特席会将是关键 借文集表示 一般观察的情况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对中国大陆都是有意见的 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享受了很好的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少有改变 在他施政的方方面面 都会受到牵制 在美中关系 虽然过去美国对中国 有些牵制措施 但并未看到比较大的敌对 短期间 美国内部两党会因此问题产生很多奇异 但美中的贸易并不会很短时间内产生改变 贸易战开打以来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某种程度上 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 特朗普跟习近平要会面 我们都相当关注 这次会面之后的变化 是继续走 还是打得更凶 还是慢慢淡化 我个人认为 不是那么容易收场 美中两国在短期之内 从贸易战中得到结果的可能性很小 为周变天影响台商在美投资 赖易中说 这次选举之后 共和党反对特朗普的力量 大幅度萎缩 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 但是特朗普在共和党的领导权 大幅度增强 特朗普确实把郭台铭的投资 作为很重要的指标 在竞选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威州州长既然以投资案 作为竞选的话题 那么当选之后 自然需要对此问题有一个态度 对美国政治人物来讲 吸引投资 增加工作机会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议题会继续延烧一段时间 对于郭台铭来讲 他会根据状况 而选择地点投资 做出对于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未必一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此外 赖易中也特别提到 郭台铭过去 在中国投资的一段历史 他说 记得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 郭台铭在中国 做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政治选择 红海富士康在广州 出现了13跳事件 当时广东的省委书记是汪洋 红海面对汪洋 以及胡温 对红海的期待的时候 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单方面 把红海的投资 每个人的薪水 提高了25% 然后他去重庆 找到了汪洋的死对头 薄熙来 在那里高调宣布 红海要投资 薄熙来倒台之前 最后一次露面 就是和郭台铭在一起 当时郭台铭做出的选择 不禁让人联想到 红海目前在美国投资的情形 很有趣 钟摆效应 是否也会在台湾应验 借文集说 谈到台湾 是否也会有钟摆效应 事实上过去30年 台湾的政党轮替 也算相当快了 没有一个政党可以 连续执政8年以上 是不是这一次选举四年的执政时间 都没办法把握住 也很难说 但是钟摆效应 获益的还是选民 我们台湾的选民 也是越来越聪明 知道保障自己的权益 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政府 长期交给一群人 一个政党 所以钟摆效应 也是美国 不断保持创新 生命力 新的理想 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在美国和很多民主国家都是 没有人能够永远 甚至长久执政 如果你做得不好 或者不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或者没有让大多数人接受 你的政治权利 就要被人民收回去 特朗普2020年连任的可能性 那一中说 我反而认为 川普在2020年连任的机会更大 民主党虽然取得众议院多数 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这样 在某些州一票就能拿下整个州 共和党在加州输得很惨 但是加州本来在总统选举中 就是民主党胜选州 反而在参议院翻转了 原来是民主党 现在回到共和党这里了 目前来看 川普反而因为中期选举的发展 而有了些优势 从选举的一些统计来看 川普在2020年比2016年选举 还有了更多的优势 这个优势是美国选举制度 所造成的结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 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 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 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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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